Ansoni Volpe是羊鸡隊的同好薰秀 也被譽為是羊鸡隊的遊擊解答 就算他目前成績很爛 老闆也堅決不會將他下放 球迷們也只能看得很緊張 大家好,我是白哥 上禮拜放了一個四天的端午假期 讓自己好好的充電一下 因此上禮拜只上了一支影片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啦 這次我們要來聊的是羊鸡隊的Ansoni Volpe Volpe是羊鸡在2019年選定的選手 今年才21歲 上一個這麼年輕的羊鸡先發遊擊手 是Derek Jeter 所以不可諱言 蠻多人會將Volpe和Jeter拿出來一起比較 Volpe在小聯盟時期 從新的聯盟到2A這幾關 他都推得很順 沒有遇到過什麼太大的阻礙 2022年他也短暫上過3A 但在3A他就很明顯遇到了撞牆 K%高達30% 是前幾個層級的兩倍以上 B%也下滑 看起來是還沒有準備好對付3A投手 不過今年Volpe在春訓的時候表現精彩 再加上羊鸡本來就欠缺一個遊擊手 Volpe成功的在這個開季 就獲得留在大聯盟的機會 不過現在是苦苦掙扎 打擊表現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手臂也出了一點點的問題 不過最近有關他的新聞是 羊鸡老闆表示 球隊中沒有討論過要將Volpe下放到3A 會繼續讓Volpe在大聯盟繳學費 還有就是Volpe在家裡和朋友一起看錄影帶 發現了自己的打擊姿勢出了問題 並且做了修正 這件事也讓羊鸡的打擊教練備受批評 剛好羊鸡最近蠻多打者都陷入低潮 打擊教練剛好也成為了這個羊鸡球迷 能夠將心中的不滿宣洩出來的目標 不過我們這次先不論這位打擊教練是否優異 我們這次將重點放到Volpe身上 影片分成三部分 打擊、防守和Volpe是否該下放到3A 來跟大家細部分解這位 羊鸡球迷和球隊最期待的新人 Ansoni Volpe 其實這個問題用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Volpe太容易被壞球掉中了 這張圖是投手對Volpe所投的球弱點比例 九宮格內就是好球帶的意思 外面那四格是壞球位置 這張圖是Volpe的揮空率分布圖 那Volpe揮空率最高的位置 也大多都是落在這外面的四格 而今年他目前追打壞球的比例是29.2% 他這將近30%的追打當中 揮空的機率從圖上來看高達50% 這也難怪投手們喜歡對他投壞球 因為他的胃球真的是太好了 從我找到的資料顯示 他對於外腳滑球 還有這個內腳高的速球掌握度不高 尤其是對於外腳滑球的好壞球識別度出了問題 所以這邊可以推論出 MOPI的保送率低跟山陣率高的原因就是這樣 但MOPI的打擊並不是全部都是缺點 他在HP%還有出射擊球比例上都算是還不錯的 這就等於說如果被他打中球的話 其實還是能夠造成對手傷害的啦 只是他的揮空率真的太高了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MOPI是陽機隊的潛力星秀 潛力星秀本來就會需要一點時間培養 我以上說的數據都是網路上找得到的 所以陽機球團一定都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也一定會讓MOPI慢慢的解決這些問題 從小聯盟剛升上大聯盟的年輕球員 其實都容易遇到選球上和揮空上的問題 像是去年的海盜大霧游擊 Oneo Cruz也是有被點出本壘版機率不佳 但我認為選球是可以練習的 只要他能夠在選球提升的同時 保留住他現在的擊球品質 最快或許下半季就會可以迎來翻轉 目前VOPI總共有7次的防守失誤 在大聯盟當中不算多 我認為算是中等啦 不過如果拿進階數據OAA和DRS來看 就會發現這兩個數據 對於VOPI的防守能力看法是不太相同 DRS是給到了5 OAA是給到了-3 這些數據解釋起來過於複雜 我也認為這兩個數據結果差的有點多 所以我會選擇將它平均起來來看 那VOPI的傳球上就我觀察是沒有什麼好質疑的 準度相當不錯 速度也不錯 問題是出在他的接球上 他在接球的腳步我看是有點凌亂 尤其是在移動接球的部分 但我對於他的這個防守能力還是相當有信心 他的防守應該還是個聯盟平均等級以上的游擊手 不過就在VOPI表現如此低潮的時候 有一位陽機先發游擊的強力競爭者 正在陽機上大放一彩 這位就是23歲的Peraza 首先要先跟大家說Peraza最近是有傷病的問題 不過目前還沒有聽到有關於傷病的最新消息 所以我們後面討論的內容 都會是以他現在沒受傷的前提來聊 不過我想就算他沒有傷 或者是說傷之後好了 陽機應該也不會將他拉上大聯盟吧 因為在日前陽機的總經理現技能Cashman已經明確的表達出 Peraza會繼續留在3A 繼續的發展 繼續的學習如何當個工具人 這點就我來看我是完全無法理解 為什麼會不願意拉Peraza上來呢 他今年在3A的確就是打出一個不錯的成績 OPS突破9以上 就算你認為這不是個很突殺的成績 因為從我的觀點來看呢 陽機今年應該是要拼季後賽的啦 雖然現在傷了法官 不過投手方面的左右護法現在好像合體了 我當然預計7月會回歸 再加上陽機現在擁有不錯的鐵牛棚 其實就是萬事俱備直線打擊 雖然我前面說VOPI調整好的話 下班機有機會反彈 但以VOPI目前的狀況來說 天賦是很香沒錯啦 但再怎麼香都還是要讓他有時間去兌現 現階段來看 陽機如果沒有打算今年要坦的話 讓還沒有覺醒的VOPI待在打線中 可以視為是讓了一棒給對手 而他下半季會不會反彈呢 也是個未知數 沒人知道他的學費要繳多久 所以我的想法是 陽機今年砸了這麼多錢 肯定不是要來賠玩的 還是要先以球隊拚冠軍為出發角度 VOPI適應不良 就先拉上Peraza來試試看 這並不是說沒有耐心讓VOPI練 而是就球隊的整體目標來說 應該是要做出的選擇 不過從陽機高層的說法看來 也可以知道VOPI跟Peraza 在管理成型中誰是比較被喜愛的那個啦 那陽機還是選擇要讓VOPI學費繳好繳滿 Peraza繼續在3A磨練 那這樣發展下去呢 我認為今年Peraza有很高的機率會被交易掉 除非陽機又打算讓他上來三壘 取代掉目前的DJ或者是Donatsen 或者是說他能夠練出手外野的能力 那為什麼我會說Peraza需要練出外野的能力呢 是因為在法官回來之前 目前陽機的外野輪值其實蠻缺人的 如果他能軌轉外野成功的話 或許陽機就會讓他上來打打看 那最後再補一下 其實陽機只要把Donatsen DFA的話 就有空間可以拉上Peraza 所以我看到新聞說 Donatsen不接受訪問要去跟總教練談話的時候 我還真的以為他是要被D掉了 結果BOOM只是跟Donatsen說會讓他休息一下 之後還是會給他滿滿的出賽機會 看來Peraza的大聯盟旅程還是要再往後放一放了 OK 以上就是我對於陽機潛力新秀Vopey的看法 我想大家比較care的部分 是Vopey現階段到底要不要留在大聯盟這件事 不過老實講我認為這件事暫時並不會有個標準答案 因為沒有任何人會知道他會在哪個階段覺醒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下個月 可能是明年 Who knows 現在沒有人可以說哪個決定一定是正確的 對於陽機來說 Vopey越晚覺醒 把人放在大聯盟穩定先發的成本就會越高 越早覺醒則反之 我們只能等寂寞再來對答案了 所以我的想法也只是我個人的見解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對於Vopey的看法 雖然這邊的留言Vopey可能看不到 所以他沒有辦法跨海控告 但大家還是要理性留言 不要隨便攻擊球員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請帽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